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株卡特兰呢 它是一个原生品种的卡特兰 名字呢,叫做Cathalia Skinny Ride Haiti Jacobs 它的原生地呢,在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个地区呢,相当常见 而且呢,它是中美国家Costa Rico的国花 它的花季呢,就在春天四月份的这个时候 复活节的前后 所以的话呢,在哥斯达里家复活节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装饰 用于教堂以及家庭的复活节装饰鲜花 非常非常流行 它的植株呢,其实属于中小型 可是花呢,很大 差不多是有九厘米,十厘米的样子 花瓣呢,很饱满,非常的美 颜色呢,非常好看 现在呢,是黄昏,已经是七点半以后了 看起来呢,颜色没有白天那么漂亮 在阳光下呢,它闪着光 好像上面有一层银粉似的 和它的植株相比呢,花很大 不光花大,而且呢 一个花杆呢,可以开到六七朵花 我这个呢,是出花,所以呢,只有三朵 但是呢,我已经很开心了 这株卡特兰在我手上呢,也是只有一年多一点点 是去年的蓝展买的 今年呢,第一次开花 它的花形真的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端正好看 而且呢,它还有一股很香甜的味道 味道不是很浓,但是它的这种香甜味道呢 还是让人相当愉快的 另外呢,它的花期呢,也比绝大多数的卡特兰呢 略长一些,有四周左右 在原生种里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容易开花的品种 而且对环境呢,也不挑剔 光照方面呢,中到高光 温度呢,当然也是中温左右了 在湿度方面呢,也不挑剔 就在我自己的这里的环境 多伦多的环境下呢 我觉得长得相当不错 我当时买回来,一年前买回来的时候呢 是四个杆子,就是这四个 现在这是第五个杆子,开花的这个杆子 又大,又饱满 所以它对我的环境呢,并不挑剔 很容易生长 夏天的话呢,它就是在室外 半阴的地方 那冬天呢,就是室内 朝南的花架上,有补光 室内的恒温呢,21度 但是它也不介意 如期开花 如果你想尝试原生种的卡特兰呢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蜘蛛本身呢,又相对来说呢,比较小巧 长得呢,也很紧凑漂亮 它呢,是一个细细的杆子 到了上面呢,有一个饱满的球径 模样呢,我觉得很好看 整体植株的样子呢,我也很喜欢 好了,这就是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原种卡特兰 哥斯大利加的国花 卡特利亚,Skinry,Hayty,Jacobs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